降级后新版本产生的那些数据该怎么恢复呢 苹果MacOS每次在升级系统的时候 用户不用操心数据 升级之后数据和设置都在 和iPhone升级系统是一样的 其实系统降级的操作步骤也不算难 降级方法也很多 但恢复新版本产生的数据就有点难了 我亲身经历过 万不得已不要轻易降级 但系统降级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细心做好充足备份 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就是了 另外降级还会有附加好处 这个后面讲 MacOS降级后数据恢复也有几种常见的方式 先说一下思路 这个数据备份和数据恢复 这个数据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个人产生的数据 这部分数据是最重要的 建议做双重备份 除了Time Machine的全局备份以外 这种个人产生的数据最好也要复制到 移动硬盘或者是NAS备份一个 双保险备份 比如我有很多文档数据都保留在云端 像印象笔记还有iCloud 比较大的文档比如视频 我都会在百度网盘和NAS网盘双种备份 这部分数据备份和恢复都不难 可以手动操作 第二部分数据是电脑和网络的设置 这部分数据可以用迁移助理恢复 也可以不恢复 自己手动重新设置 第三部分数据是应用程序 这里包括系统自带的应用 还有从App Store下载安装的应用 还有从网站上下载 然后手动安装的应用 降级之后 这些应用程序建议全新从零安装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应用程序 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分为以下几种处理方案 如果自己安装的应用程序不多 降级之后 可以用迁移助理不恢复应用数据 自己手动重新安装 重新设置 这样系干净麻烦又少 第二 如果软件比较多 像我这样 最好用迁移助理恢复一下应用程序 可能会遇到应用程序 在老版本操作系统上无法打开的情况 解决方法是 需要重新安装MicOS 覆盖一次 重新恢复系统 相当于再重新恢复一次系统 整个步骤是 先重装老版本系统 再恢复软件应用 恢复这个新版本的软件应用 然后再覆盖安装一次老版本的操作系统 这样就可以了 但我感觉这种方式 虽然简单易用 总感觉有点臃肿 我不打算这么做 我准备在全新的老系统上 不恢复应用程序的数据 手动恢复这些数据 因为绝大部分应用可以直接拖拽复制 但Adobe全家桶之类的大软件 还需要手动安装一遍 另外QQ聊天记录 也需要手动备份还原 这种方式有点麻烦 但我感觉很干净 我已经在Bixer系统上用了半个多月 虽然我之前在10.15Catalina上 备份过Time Machine 但这半个多月也产生了一些数据 所以我在Bixer上 再次备份Time Machine 等回到10.14之后再恢复 等恢复完成之后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具体在演示教程里面见吧 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如果你也遇到了同类问题 建议在降级之前 先致电苹果客服 寻求一下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关于数据恢复 特别是应用程序的恢复 各位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是全新安装 还有一个好处 以前的应用程序 用了很多年 可能有很多垃圾 比如缓存 这次完全重新安装 就可以像新的应用一样 但缺点是 账号和设置工作 要重新来一遍 比较花费时间 在正式降级操作之前 说了这么多 后面的课程开始正式降级 我分享的这个方法 需要两个外接设备 一个是至少16G的U盘 做启动盘用 还有一个是移动硬盘 这个移动硬盘用于Time Machine的数据备份 另外根据MacBook Pro的版本不同 降级过程也有点差异 比如指纹安全之类的 具体咨询苹果客服 关于这次降级的介绍就到这里 下期开始分享具体操作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柴亚 我们下次见 读救测 Cloing 读转 Vamp